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奧委會的高層在巴黎奧運會期間惠面 表面上互相祝賀對方運動員的優異成績 實質上他們就反興奮劑問題激烈交鋒 可以說是中美整體關係的一個寫照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在會上對美國運動員 在巴黎奧運會上取得的優異成績表示祝賀 並且對美國奧委會為推動中美體育交流所作出的努力高度讚賞 高志丹說中美都是奧林匹克運動大國 有責任有義務共同維護奧林匹克憲章原則 捍衛世界反興奮劑治理體系和乾淨運動員的合法權益 推動國際奧委會運動健康發展 高志丹說中國支持美方主辦洛杉磯2028奧運會 和嚴護成2034年東奧會 接著他就話風一轉 叫美方要落實有關的承諾 停止場被管轄 確保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運動員 參賽順利安全 根據中方的新聞稿 美國奧委會主席塞克斯 祝賀中國運動員在本屆奧運會的出色表現 高度肯定體育在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交流 民心相通方面的重要作用 支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建立有力治理體系 並穩樂將積極推動解決相關問題 為包括中國運動員在內的全世界運動員 到美國訓練參賽營造良好環境 《紐約時報》今年4月披露 23名中國運動員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前幾個月 若檢呈陽性 中國當時已經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表示 檢測呈陽性是由於選手居住酒店裡的食品污染造成的 當時WAD已經接納了中方的報告 本來這類調查之後不成立的個案是不會被公開的 在美國媒體公開之後 WAD再進行了獨立的調查 再次接納了事件沒有偏幫中國 並且指美媒相關的報道具有誤導性和潛在誹謗性 但美國政客就借著這件事大肆炒作 並且要展開刑事調查 本屆巴黎奧運會開幕前 世界泳聯則披露中國泳隊接受最密集的興奮劑測試 今年以來平均每個人被檢測21次 而他們到了巴黎備戰後 更在10天內被要求各項檢測多達200次 而美國和一眾西方國家的榮首被檢測的次數只是個位數 不少體育評論員認為 前段中國當名世界一流榮首表現順預期 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所致 比賽去到關鍵階段 就在潘展諾即將參加100米自由泳決賽比賽的前一天 《紐約時報》再獲得一份不公開的文件 指中國有兩名榮首 涉及食物污染而檢出陽性事件 經過WAD調查後接納中方的報告 值得留意的是 無論之前或第二次爆料的文件中 其實都不涉及潘展諾 美方的操作明顯就是要影響這位初出茅牢的天才榮首 結果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再次發聲明批評美國媒體的報導 而中國反興奮劑中心隨後也發聲明炮轟《紐約時報》的報導 WAD和中方的聲明相信令潘展諾更有底氣 結果在決賽中游出了46秒80的成績 不僅打破了世界紀錄 還以幾乎一個身位贏了第二名 在短途比賽中小見的場面都嚇倒了美國人 不過美國政客和部分西方榮首 仍然繼續質疑中國泳隊 在完成所有的游泳比賽之後 中國開始反擊 而針對的是美國金牌大戶的田徑比賽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更加直接呼籲 要加大對美國田徑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測頻率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8月8日 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 他們中心注意到有關美國奧運田徑新星 埃里洋內頓興奮劑陽性的個案 儘管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公開回應案件 但案件仍然存在諸多疑點 文章說被驗出的群撥龍 在美國和其他地區 都是一種眾所周知的生畜生長促進制 為什麼近年全球發生數以百計的群撥龍陽性 只有極少數美國運動員逃脫禁賽的處罰呢? 為什麼USADA沒有向美國運動員予以任何風險警示呢? 文章說如果群撥龍在美國是一種常見的污染物質 他們中心又有沒有提醒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運動員 在美國訓練比賽的時候 要密切關注他們國家肉類食品污染的問題呢? 否則 或者應該好像被USADA庇護的 美國游泳運動員菲比斯所建議 如果興奮劑檢測結果呈現陽性 就永遠不能參加比賽一切都結束了 文章還提到內頓被USADA單方面歡說 體現出另一種擔憂 就是美國田徑項目頻出現使用興奮劑的醜聞 而且USADA在處理興奮劑案件的方式上 存在前後矛盾和解釋可疑的問題 之後中心列舉了一系列美國運動員 檢測陽性之後得到USADA辯護的案件 指出有理由懷疑美國田徑領域存在系統性使用興奮劑問題 文章說世界反興奮劑組織主席班卡曾說 美國是一個銷售和分銷提高成績藥物的巨大市場 而且WAD的聲明指出 31%的美國運動員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興奮劑檢測 文章呼籲 國際檢測機構 在巴黎奧運會期間 加大對美國田徑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測頻率 同時強烈建議田徑誠信委員會 加強對美國田徑運動項目的反興奮劑監管 嚴防、嚴查他們的運動員興奮劑問題隱患 設實維護各國乾淨運動員的合法權益 重新樹立全球運動員對公平競賽的信心 內頓在今年3月26日的興奮劑塞外檢測中 被查出呈現淚固醇、群潑龍楊勝 USADA在6月19日宣布 決定不處罰淚固醇、楊勝的田徑短跑選手內頓 理由是他因涉入受污染的食品 而造成興奮劑檢測陽性 個人沒有過錯 並且最終允許內頓代表美國出戰奧運會 同一時間央視新聞發布消息 引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深度揭批美國對圍禁運動員操作內幕的文章 8月7日晚 總部位於加拿大蒙特利爾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WAD發表聲明 就當日較早時一篇報道作出回應 這篇報道揭露了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多年來允許服用興奮劑的運動員參賽 至少有一宗個案從未公布 或沒有制裁反興奮劑規則違規行為 這直接違反了世界反興奮劑規則 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自己的規則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聲明中說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允許服用興奮劑的運動員參賽的做法 明顯違反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自在保護體育競賽完整性的規則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 並沒有批准過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多年來允許服用興奮劑的運動員參賽的做法 除了公開案例外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目前了解至少有三個個案 在這些個案中 嚴重違反反興奮劑規則的運動員 被允許繼續參加比賽多年 同時他們充當了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臥底 聲明中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這些運動員如何幫反興奮劑機構做臥底 聲明說美國的反興奮劑機構 並沒有通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國際條例 或是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自己的規則 也沒有任何允許這種做法的規定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聲明提及到另一個個案 一名參加過美國奧運會余選賽 和國際賽事的運動員 承認服用類固醇和紅細胞生成數 但仍然被允許繼續比賽直至退役 這些案件從未公布 相關運動員的成績從未被取消 獎金也沒有退還 也沒有被禁賽 運動員被允許和不知道的運動員比賽 就好像他們從來沒有服用過興奮劑一樣 事後當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承認這些做法 但就聲稱任何後果的公布或結果的取消 都會危及到運動員的安全 並且要求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同意不要公開這個案件 處於這種無奈的境界下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別無選擇只能同意 因此這個運動員的興奮劑問題 從未被公開過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聲明又提到 如果其他運動員知道他們在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允許用藥作弊的人比賽 他們會有什麼感覺呢? 諷刺的是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虛偽地懷疑其他的反興奮劑機構 沒有嚴格遵守規定 但他自己多年來從未公布過興奮劑案件 並且允許作弊者繼續比賽 同時指望這些作弊者能夠幫助美國方面 抓到那些可能違規的其他運動員 簡單總結 美國政客為了壓制中國要方方面面提出方案 當見到涉及中國弱檢的報告時 第一時間就漏料給傳媒 對中國對美國最大衝擊的游泳項目 作出無底線攻擊 雖然影響了部分中國榮首的表現 但真正的王者仍破了世界紀錄 而美國紅霸64年的男子4×100米 雲合榮終於被中國完成 所以美國的陰謀並沒有得逞 第二 美國的政客並不清楚國際反興奮劑聯盟的運作 以為抓到中國的大痛處 殊不知美國自己的運動員 才是經常以食物污染為理由作為豁免 特別是在田徑牆上 這些就叫做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立身不良者 害人變成害己 第三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前美國飛魚 飛比斯連日離大叫 只要有一次檢測陽性就應該退賽 那飛比斯是否應該要求美國奧運代表隊 取消短跑新星奈頓的參賽資格呢? 第四 美國政客天天說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拉攏盟友圍堵中國 從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聲明中 清楚可以看到誰在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